上期说到 沃克台韩国、金帐韩国与查核台韩国 组成了反对忽必烈和伊利韩国的三国同盟 其中资格最老的沃克台韩国大韩海都 被推举为联盟盟主 经过前期对查核台韩国的战争 海都的权力中枢已经离开了干燥逼泽的准盖尔盆地 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七河流域 尽在沃克台韩国同管之下 有学者认为 古代的中亚地区有一条显著的农牧分界线 这条界线自东天山向西延伸 大至今托莫尔丰山节费尔干纳盆地北侧 顺西尔河至咸海离海的北端 称为天山西尔河县 巧合的是 此时沃克台韩国与元朝和查核台韩国的实控线 恰好与这条农牧分界线同合 也就是说 沃克台韩国在本质上依旧是一个草原形 天山北路的七河流域上游 虽有富饶的草场和临新绿洲 但与中亚腹地的盟友查核台韩国相比 沃克台韩国所控制的绿洲城镇就要少得多 尤其是查核台韩国控制的费尔干纳盆地和河中地区 历来都是丝绸之路上沟通东西 连接南亚次大陆的十字路口 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以来 苦展 撒马尔汉和布哈拉等绿洲体制 就传承了千年以上的建成史和商贸传统 对于时常发动对外战争的蒙古韩国来说 谁控制了更多的商业城镇 谁就能保证持续稳定的税收收入 这对确保战争胜利 维持韩王统治尤为重要 海都虽然觊觎着费尔干纳盆地和河中地区的绿洲商业城镇 但碍于三国盟主的身份 不便在明面上继续侵吞查核台韩国的农耕地 为了消除查核台大韩巴拉的戒备心 海都全力支持巴拉向西拓展领土 巴拉率军渡过阿姆格 意图攻占伊利汗国的呼罗山地区 然而伊利汗国的呼罗山总督一役代劳 在赫拉特一役中 用计大败查核台军 大韩巴拉竟然死于回尸路上 忽如其来的意外让海都放胆一搏 他擅自选定了查核台韩国的新韩布花贴末 和后继者都瓦 查核台韩亭实际上沦为了沃克台韩海都的附庸 河中地区众多城镇的财富也都流进了海都的腰包 尝到甜头的海都发现 与其在居无定所的哈萨克大草原上游走 靠着劫掠以战养战 不如多控制一些商业节点 垄断税收 最好能将元朝控制的天山南路绿洲城镇 全部据为己有 呼必列称帝后 不断强化元朝在天山南路的军政机构 还连下34道拘捕海都和查核台韩都瓦的诏书 目的在于遏制和打压海都日益扩张的野心 1275年至1286年 为争夺塔里木彭帝绿洲控制权的拉锯战 在元朝和沃克台韩国联军之间展开 历经11年的攻伐 天山南路各绿洲几经易主 但两国却保持了与战前几乎一致的控制线 西道诸王与元朝的无效战争告一段落 曾支持呼必列继承韩位的东道诸王 却在成吉思汗右帝玄孙乃延的带领下新兵返源 海都见元朝的后院起火 不再计较天山南路的城市得失 而是集结了三国同盟的联盟 与查海韩都瓦移到越过阿尔泰山 冰封直指元朝临北的哈拉河林 作为沃克台后裔的海都 如果能抓住东道诸王反叛的机会 一举拿下蒙古发家的哈拉河林 他就拥有了号令草原的正统名义 黏玉古西的呼必列 担心东西诸王在漠北会诗后南下中原 威胁大原江山 决定清真两路叛乱 姗姗来迟的海都刚到哈拉河林 却探听到东道乃言被忽必列击杀于大兴安岭的消息 失去侧应的海都 面对得胜而来的援军和战法精妙的忽必列 顺时自乱阵脚 败下阵来 全军西逃准戈尔盆地 忽必列死后 年老的海都依然执着于占领漠北 但最终以兵败哈拉河林死于归途的结局惨淡收场 海都死后 查台韩国大韩都瓦如是重负 他仿效海都当年的操作 善力懦弱的查巴尔为沃克台新韩加以控制 两大韩国的命运就这样戏剧性的来了一次反转 1303年 查台韩都瓦 沃克台韩查巴尔与原成宗铁木尔达成一合 蒙古各大韩国与元朝之间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时期 原成宗对沃克台韩国的新韩充满警惕 转而联络查台大韩都瓦 共同蚕食沃克台韩国的土地 就这样 反对元朝的西道诸王同盟宣告瓦解 在元朝和查台韩国的东西夹击下 沃克台韩查巴尔先后投降查台韩国与元朝 韩国土地被瓜分 立国58年的沃克台韩国灭亡 成为了蒙古四大韩国中最先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个 视角看向西亚方面 伊利汗国第七任大韩和赞韩继位后 将韩国改为伊斯兰国家 自称为苏丹 包容的民族和宗教政策 多次前史通好罗马教廷和法兰西王国 再加上与拜占庭帝国结清 给伊利汗国带来了短暂的繁荣 韩国统治末期 全城叛乱 分管各地的总督拥兵自重 已经事实上各自独立 国家陷入内乱 1335年 苏丹布塞因死后无事 韩国东部解体为阿富汗高原的卡尔提德王朝 呼罗山的塞尔别达尔国 伊朗高原中部的穆扎法尔王朝 和波斯湾北岸的英甲王朝四个部分 在韩国西部 扎拉伊尔贵族大哈散 建立其以报达为中心的扎拉伊尔王朝 而伊利汗国的韩庭大布里士 则被异姓贵族楚帮的后裔小哈散所控制 韩国的傀儡大汗 直接听令于小哈散家族的楚帮王朝 分裂后的伊利汗国 各诸侯王朝互相攻杀 韩国统治摇摇欲坠 与韩国关系密切的大元帝国 因深陷红金军等一众农民起义的攻势 而自顾不暇难以持缘 1357年 伊利汗国的宿敌 金杖韩国大汗扎尼别攻入都城大布里士 傀儡韩庭楚帮王朝的末代苏丹失踪 伊利汗国正式灭亡 黄金家族的势力就此退出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 查台韩国长期拥有一批蒙古西征 史遗留下来的军事贵族 这些跟着成吉思汗建功立业的部族领袖 在天山北陆的绿洲城邦持续经营 同属尼鲁温蒙古之系的巴鲁拉提部 长居河中地区 影响和控制了查台韩国的政局 强极一时的查台韩国 因巴鲁拉提部军事贵族的控制而两度分裂 分裂后的西查台韩国大汉 已经沦为巴鲁拉提贵族的傀儡 1368年 明军攻占大都 元惠宗北陶上都 史称北元 与东部蒙古势力退出中原 聚首墨北的境遇不同 同时期的巴鲁拉提贵族后裔 人称脖子的铁木尔 却在河中萨玛尔汉建立起强大的伊斯兰国家 铁木尔帝国 铁木尔统领帝国的35年间 不但迫使东查台韩国迁都别是巴黎 并吃掉西查台韩国 还横扫河中 呼罗山和伊朗高原 并先后占领了京藏韩国的高加索 印度德里苏丹国的北部区域 埃及马布留克王朝的叙利亚 和奥斯曼帝国的安纳托利亚高原 铁木尔继承了伊利韩国鼎盛时期的疆域 成为自小亚西亚直达印度和流域的庞大帝国 最终 野心膨胀的铁木尔决定远征明 明朝 消息传到南京 明廷上下无不震撼 有种说法是 明城主朱棣选派郑和首航西洋 就有打通海陆 从背后钳至铁木尔帝国的意图 然而天命难违 铁木尔病死于东征途中的俄打腊 此后 寒花一现的帝国实力因王位争夺而迅速衰败 逐渐沦为仅控制河中与阿富汗高原的区域性大国 东查克台韩国因从别式巴里再次迁都 又被称作伊里巴里国 随着Y斯汗的去世 查克台韩国分裂为两部分 位于天山北路的蒙乌尔斯坦 由长子统治 而位于天山南路的伊里巴里 由Y斯汗的次子管辖 伊里巴里后来迁都至阿克苏 在更遥远的金帐韩国 右翼青帐韩国的后裔阿布海尔 于1428年建立乌兹别克韩国 庞大的金帐韩国出现了第一次分裂 两年之后 逐赤之子托华帖姆尔的后裔哈吉格莱 在黑海之兵宣布脱离金帐韩国 建立克里米亚韩国 蒙古高原上 强势的瓦剌部首领 戳罗斯蒙克帖姆尔 不但建立由瓦剌韩国 身兼北援太师的他 还杀害大韩自立 废除大援国号 复称蒙古 使称达达韩国 而蒙克帖姆尔的儿子马哈姆 却不敢窃居达达韩位 扶植成吉思汗的后裔为傀儡大韩 不满瓦剌首领 侍主篡位的前达达太师阿鲁台 找到成吉思汗弟弟何萨尔的一个后裔 在蒙古东部宣称 自己拥立的达达大韩才是正统 1433年 在新任瓦剌大韩 达达太师托欢的策划下 将元昭宗的曾孙 托托布花 策立为西部达达大韩 并将瓦剌大韩的头衔 一并让给托托布花 就这样 蒙古高原正式出现了 瓦剌支持的西部达达大韩 和阿鲁台控制的东部达达大韩 两韩共治时期长达五年 东部达达大韩死后 瓦剌一家独大 太师也先统一了全蒙古 也先的全盛时期只有短暂的两年 瓦剌韩国随着他的死而分崩离析 其长子次子西迁阿尔泰山 分别建立起杜尔伯特部和准盖尔部 这两部联合荷硕特部 图尔护特部 形成了瓦剌联盟 瓦剌人离开后 草原分裂 各自为政 达达韩位竟有九年完全空缺 直到1475年 托托布花之地满杜鲁在哈密涅克利人的扶植下 才延续了达达韩国的韩位 被驱逐的金帐韩国大韩乌鲁黑马哈马 于1445年另立喀山韩国 几乎就在同时 诺盖人等18个突厥和蒙古部族 在离海和咸海北部宣布独立 建立起非蒙古贵族统治的诺盖韩国 1456年 左翼白帐韩国大韩脱黑脱起牙的孙子克列 建立起哈萨克韩国 1466年 金帐韩国大韩弟弟的孙子加辛云 在福尔加河下游建立起阿斯特拉罕韩国 1480年 原右翼清帐韩国西班后裔伊巴克 建立西伯利亚韩国 至此 已从金帐韩国分裂出七个独立的小韩国 金帐韩王仅能影响都城附近的少数部族 进入16世纪后 最早脱离金帐韩国的乌兹别克韩国 在大韩西班尼的经营下 消灭帖木尔帝国及呼罗山王朝 崛起为控制河中地区和呼罗山的中亚强国 在克里米亚韩国和莫斯特大公国的联合进攻下 立国259年的金帐韩国轰然崩塌 圣极一时的蒙古四大韩国 仅存与斯努汗统一后的东查台韩国伊利巴里政权 后来 他的儿子在韩国东部独立 建立起图鲁番韩国 当蒙乌尔斯坦被乌兹别克韩国消灭后 图鲁番韩国继承了伊利巴里的正统地位 1510年 北渊天元帝的玄孙巴图孟克统一蒙古各部 自称达阎韩 并分封左右翼六万户 其长孙为达达左翼的查哈尔万户 继承大韩位 五子和十一子分别为达达左翼的克尔克万户左翼 和克尔克万户右翼首领 成吉思汗的守灵人后翼成为达达左翼的乌良哈万户 另外 以次子为达达右翼的厄尔多斯万户 后期则交由三子之子吉囊为济农 掌管韩国右翼的三万户 三子的另一子阿勒坦 为达达右翼的土莫特万户 十子为达达右翼的永泄布万户 另封成吉思汗弟弟何萨尔的后翼 达达阿代韩的子孙为克尔庆万户 独立于六万户之外 达延韩的统一和分丰 算得上是蒙元黄金家族退军末北后的一次复兴 为日后抗拒墨西威拉特蒙古联盟 满清和沙俄的扩张奠定了政治基础 1512年 乌兹别克韩国西班尼韩的儿子伊勒巴斯韩 在图兰地地建立起西瓦韩国 两年之后 图鲁番韩国肃坦阿黑马之子肃坦塞德韩 在昆仑山脚下的叶尔枪建立起叶尔枪韩国 已经没落的铁木尔帝国贵族 开国大韩铁木尔的六十孙巴布尔 在费尔甘纳盆地复国无望 便向西发展 逐渐羽翼丰满 随后巴布尔以布哈拉为根据地 向南进攻德里苏丹国于1526年取得胜利 宣布自己为印度斯坦皇帝 建立起印度莫沃尔帝国 这是唯一一个在南亚次大陆立足的蒙古帝国 在世界三大帝国崛起的前夜 大航海时代已经悄然开启 欧亚腹地上十几个古老的蒙古韩国 又将面临何种抉择与复命 下期我们继续聊聊蒙古韩味长河图